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这个择日 那么择日这本书的我们今天 有择日这本书的把书翻到第十页 第十页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女命行驾的大立月和小立月 婚姻嫁娶女命 女命行驾大立月和小立月 今天晚上我们看这个 我们把这本书打到第十页 我们看一下我们书上这个印的时候 把这个印错了 大立月是对的 大立月是对的 这个小立月搓了一根 把这个整个搓了一根 整个都错了 整个都错过了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更正一下 更正一下 大立月小立月 其实大立月是对的 小立月呢 我们书上把这个印错了 印错了一行字 那么我们说这个女命行驾 也就是说结婚的呢 我们最好呢 就选择大立月 如果你在大立月 里面没有结婚的 你可以选这个小立月 那么什么是大立月 什么是小立月 简单的讲 大立月的意思就是说 你结婚的时候呢 是大吉大立 一帆风顺 那么小立月呢 就是说比大立月呢 稍微的要差一点 但是呢 小立月呢 也可以结婚 也没有问题 那么一个属下 在一年中呢 它有两个大立月 两个 也就是有两个月 两个月呢 是大立月 那么还有两个月呢 是小立月 就是说大立月和小立月呢 都是两个月 那么你结婚的时候呢 我们根据的是女方的八字 一次呢 就是说女命 谁家的大立月和小立月 你最好呢 选择这个大立月 如果在大立月里面呢 因故 因为这样的原因 会那样的原因呢 不能在这个大立月里面玩哄的 你最好呢 就选择这个小立月 那么大立月和小立月 怎么去区分呢 属下怎么区分呢 那么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口诀 你把这个口诀记住 然后把它搞回来 这个就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那么大立月 我们先看这个大立月的口诀 大立月的口诀 那么第一句 第一句呢就是 真月和七月 真七 真月呢就是一月 对吧 真月和七月 真七 英姬兔 真七 英姬兔 也就是说 鼠季呢 或这个鼠兔呢 结婚的最好的这个月份呢 在真月 或七月 就叫做 真七 英姬兔 它有两个嘛 大立月呢是两个月 小立月呢也是两个月 那么真月和七月 它既是 鸡的大立月 属鸡人的大立月 也是属兔人的大立月 意思呢就是说 真七 英姬兔 而不是说 真月是鸡 七月是兔 这样理解的是错误的 那么既然有两个大立月 两个小立月 那么大立月呢就是两个月 对吧 就真月 七月 它是属鸡的 属兔的大立月 叫真七 英姬兔 你把这句话记住 那么第二句呢 二八虎和猴 二就是二月 八就是八月 二八虎和猴 也就是说二月 也就是说二月 八月 它既是属虎的大立月 也是属猴的大立月 它是这两个属下 两个月 都是这个大立月 而不是一个 而不是一个 争气 英姬兔 二八虎和猴 第三句话 就是 三九十货猪 三九十货猪 三月份 九月份 它既是属神的人 女命属神的大立月 也是女命属猪的大立月 这两个月呢 都是 你结婚的时候呢 属神的或属猪的 你最后呢 就选择三月 九月 第三句 这第四句话 那么第四句话呢 就是 四十 四月 十月 四十龙或狗 就是属龙的 或属狗的 四十龙或狗 龙里的四月份 十月份 它既是属龙的 也是属狗的 是这两个属上的 大立月 就是龙里的四月 或十月 第四句 就是四十龙鹤狗 那么第五句呢 就是 五月 十一月 对吧 五十一 牛或羊 牛羊 牛羊 牛羊欢 那么属牛的 或属羊的 女命 也就是说女孩子 女孩呢 属牛的 或属羊的 那么你结婚的时候呢 就选择 五月 或十一月 五十一 牛羊欢 牛羊呢 喜欢的 大立月 还有一个最后句呢 就是 六十 就是说 六月 十二月 那就是 属鼠的 或属马的 就是属马油 属 马 六月份 也就是 十二月 就是辣月 六辣 属马油 或者是 六十二 属马油 属鼠的 女孩子 或属马的 女孩 你在这 六月份 或辣月份呢 十二月份 结婚呢 就是大立月 这个呢 就是我们 首先要选的 你跟 折婚的时候呢 则这个 结婚的日期 则这个 结婚的日期 时候呢 首先呢 就选这个 大立月 如果在这个 大立月里面 因为 某一些原因 比如说 工作上的 原因 不能在 这个月份 两个月份 结婚的呢 你们再选 小立月 选小立月 那么什么是 小立月呢 那么小立月呢 又是哪一句月份 我们看一下 对吧 那么 就是也是 真七 真月或七月 第一句就是 真 就是真月 七 就是七月 真七 硬属马 对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在六月 或十二月份 因故不能结婚 那么你就选择 小立月 真月或七月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二月 八月 二八 二八 对吧 那么二月和八月呢 十和珠 二八十一珠 二八十和珠 那么十和珠呢 我们看 你最后呢 选呢 就是选择这个 三月和九月 大立月 对吧 三月和九月 不能结婚的 那么你就选择 二月和八月 二月和八月 是小立月 依旧呢 可以结婚 也是一个 良成结月 这个月份呢 是集的 那么第三句话呢 就是 三九 三月 九月 那么三九呢 就是 虎 猴 三九 虎猴走 三月和九 呢 属虎的 或者这个 属猴的呢 可以结婚 小立月 那么我们看一下 二月和八月 如果属虎的 或属猴的 不能结婚的时候呢 因为国家 或者因为出差 因为各种原因呢 不能入戚完婚的 我们可以选 三月和九月 第四句 真七 二八 三九 那么就是四 四月和十月 那么四月和十月呢 就是牛和羊 四是牛羊硬 如果五月和十一月 属牛的和属姚的 不能结婚 没有 结婚的这个 时间 那么你也可以放在 四月和十一 十月 四月和十一月 四月和十一月 这是第四 第五句 那么第五句话呢 就是五月和十一月 那就是五十一 五十一呢 就是龙历的五月份 和龙历的十一月份 对吧 那就是龙狗 属龙的 属狗的 五十一龙狗出 你可以出嫁 那么我们看一下龙历股呢 就是四月和十月 四月和十月 不能违复的呢 那么就放在 五月和十一月 是他的小历月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六月十二月 是吧 那么六月和十二月 就是奴隆的六月份 以及咱们这说的 奴隆的腊月 那么奴隆的腊月份呢 就是鸡和兔 六十二月 鸡兔 六月十二月 鸡兔铜 那么如果你在正月或七月 没有四姐结婚的 你就选到六月或十二月去结婚 这个就是我们 女命行驾 也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 你首先选的这个月份 那么怎么选年 我们已经讲过 对吧 那么选月的时候呢 你首先就选这个 大历月 大吉大历 北屋经济 选这个月份 那么这两个月份 如果 你不方便结婚 没有时间 那么 你就选择这个小历月 它也是吉利的 那么一年中呢 就有一个生肖呢 有四个月 其中两个是大历月 两个是小历月 先选大历月 再选小历月 那么这四个月份 几乎呢 都没有问题 在月份上来说 那么择日呢 按照择日的时间 那么 具体的时间呢 时程 你得按照这个日呢 确定这个时 对吧 你看你选择什么时 对吧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来 做一个总结 我们把它小结一下呢 就会看得更清楚 那我们看一下 正月 七月 对吧 那么正月 七月 正月的话 是不是赢月 正月建赢 那么七月呢 是不是建生啊 生月 对吧 那就是赢月 生月 正月是赢 七月就是生 对吧 那么正月和七月 它的 大历月 大历月里面的生肖呢 就是 鸡和兔 那么 那么 鸡呢 不是油嘛 兔呢 不是毛嘛 对吧 那就是毛油 对吧 大历月里面呢 就是毛油 那么小历月呢 小历月呢 这个是 鼠 一个是马 那个一个就是子 鼠就是子嘛 对吧 马呢 就是乌 那就是毛油 子五 你把这个呢 你比较 你很快就会清楚 正月 七月 也就是说 银月和声月呢 它的大历月 毛油 小历月 子五 那么就要大历月的毛油呢 就是 鼠秃的 和鼠鸡的 那么 子五呢 就是鼠鼠的 和鼠马的 我们再看 二月 二月八月 二月 二月 二月就是健毛 对吧 毛月 二月健毛嘛 那么八月呢 就是油 油月 对吧 八月是油 油月 那么大历月呢 就是虎和猴 虎是银 银虎对吧 猴是生 生猴 那就是银生 大历月呢 就是银生 那么小历月呢 就是蛇 蛇就是四 对吧 那么猪呢 就是害 害猪 那就是四害 我们再把它擦掉 我们再看 三月 九月 那么三月呢 就是成 对吧 银月 是猫月 银月 猫月 成月 对吧 那就是成 成月 那么九月呢 就是续月 大历月 那么三月和九月的大历月 是蛇 蛇共猪 蛇是四 猪是害 害猪 那就是四害 对吧 大历月 就是属猪的 和属蛇的 和属猪的 三九月呢 是大历月 那么小历月呢 就是三九 虎猴走 虎 赢 猴是生 那就是赢生 这是三月 我们再看四月 四月 十月 四月 四月 见四 是吧 十月 见黑 四月十四 十月是黑 那么四月呢 或十月的大历月呢 就是龙和狗 龙是成龙 那么狗是续狗 那就是成续 成续就是 属龙的属狗的 小历月呢 就是四十月的牛羊走 牛是丑牛 羊是喂羊 那就是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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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月 再看,五月,十一月。 四月见四,五月见五。 十一月见紫,紫月。 五月十一月,牛羊欢,牛是丑牛,羊是喂羊,那就是丑味。 小丽月,五十一龙狗出,龙是丑龙,狗是续狗,那就是承续。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六月十二月,六月十二月也就是辣月。 那么六月呢,见味,对吧?六月呢,是喂月。 那么十二月呢,是丑月,害子丑嘛,丑月。 十二月见丑。 那么大丽月,六十二鼠马游。 鼠是直鼠,马是五马,那就是直五,大丽月。 那么小丽月呢,就是六十二鸡兔童。 那么鸡是有鸡,兔是毛兔,那就是毛游。 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大丽月,和小丽月呢,我们都组结在这个,这个北板上。 那我们看一下,对吧? 你看一月,七月。 那十二弟子里面就是银生。 银生是不是相通的? 这两个月份呢,就是一月和七月。 那么一月,七月,你看这个,大丽月是毛游,小丽月是直五。 我们学过十二弟子里面是不是直五毛游。 这样记得你就很好记,能记得住。 要不然你还每次要查,对吧? 一月,生月,大丽月就是毛游,小丽月就是直五。 那么毛游呢,就是兔和鸡。 子呢就是鼠,或者是马。 对吧?是不是很搞记? 二月和八月。 二月是毛,毛月。 八月是游,毛游,对吧? 大丽月是营生,那么小丽月呢就是四害。 我们不是学过,植物毛游,营生四害,陈虚丑味。对吧? 是长生,四地望,四目库。 或者是你按照它的对冲的,植物冲,毛游冲,营生冲,思亥冲,陈虚冲,丑味冲。 你按照这方式记得也可以。 那么二月,八月,也就是毛游月里面的营生是大丽月。 那么四害呢,就是小丽月。 这样你以下都可以记住。 这样呢,你就没有必要再去查,再去翻,再去搞资料。 你一次性都可以记住。 那么三月呢是成,是吧? 九月呢是续,成续,对不对? 成月,续月。 那么成月和续月呢,它的这个大丽月是四害,那小丽月呢就是营生。 四害,营生。 我们再看四月和十月。 四月见四,十月见亥,那就是四害月份。 四月和亥月,对吧? 那么它的大丽月呢就是成续,对吧? 那么小丽月就是丑位。 对不对? 五月,十一月。 四月见四,五月就见五。 十一月呢就是子月,害子丑嘛,子月。 那就是子五月份,对吧?子月,五月。 那么子月,五月呢,大丽月就是丑位,对吧? 那么小丽月呢就是成续。 那么六月,十二月呢,六月呢是畏月,对吧? 畏呢和丑呢,相聪。 那就是六月,十二月,也就是畏月和丑月,对吧? 畏月和丑月呢,那么它的大丽月是子五,小丽月呢就是毛油。 既要进去的时候呢就非常快,你一下就可以把它记住。 因此呢,我们在那个,我们在书上呢这里面呢,错了一行字。 意思呢我们把这个大力乐是对的 我们把小力乐呢需要修给一下 小力乐呢 需要修给 那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我们再开始